亂看到香蕉樹上掛白布 大半夜的真的讓人看得心裡有點毛毛的 但這其實是因為最近天氣太冷 地主怕香蕉凍傷影響賣相 才會幫香蕉樹套上銘龍白布 半夜騎車回家突然看到這一幕 香蕉樹上掛著兩大條白布 驚嚇指數破表 民眾嚇到腿軟趕緊離開 看你很恐怖 是喔 看你穿什麼啊 我不知道啊 千萬無誰不怕過的啦 報告晚見一名男子騎車行進宜蘭五結鄉 這處香蕉園 遠遠看到樹上兩大條白布懸掛 嚇到差點去收金 但是不用怕不用怕 正是香蕉農在幫香蕉月寒辣 喔 這樣燙燙啊 這樣就對了 這樣比較不會黑的 就像說要皮比較漂亮 怕說它黑黑的 你穿比較熱就這樣而已 你用白布 晚上人家路過的話真的會嚇到 白天看起來是還好 已經是顏色很多嘛 你可以用黑色的 可以用灰色或其他的東西 最後男子也將照片分享到網路 不少網友表示真的會嚇到 溫度坐降 膠濃郁寒小撇步 也意外引發話題 記者宜蘭綜合報導 好可疑 謝謝大家 我是 我 我